歡迎大家出席 今天是記者會 今天台上兩位醫生分別是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希芬醫生 和醫管局作為證經理 余慧寧醫生 首先是張醫生會報告 我們去到昨晚零時 確診了73宗個案 個案編號是5630至5702 其中73宗個案有10宗是輸入性個案 有53宗是有流行病學關聯的個案 其中50宗是跳舞群組的人士 或者他們的緊密接觸者 另外也有8宗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現在的跳舞群組加上之前的個案 再點算過 疏理員大概有132宗個案 現在的跳舞群組牽涉了多了7個跳舞的場所 我就讀一讀 不過可能我們局長都會把這7個地方 都放進599J 希望曾經去過11月1日之後 去過這些地方的人士 都參加過檢測 包括 軍好宴會廳 是美夫的那個 沙田的新江宴會廳 這些地方我們聽到 除了吃飯也有跳舞的活動 那些活動 通理大廈 聲揮宴會廳 在九龍灣啟業 暫時我們手上的資料就是這些 在這些群組裡 也有幾位人士 提提 例如5642 也是沙田議會廳的工作人員 5675就是金禮會廳的工作人員 另外其中一個群組個案 5680 也有在珍江中學 有做一些放外活動的導師 那裏的學生 因為他們不是那裏的老師 那裏跟他一起參加活動的學生 我們都需要他們去做測試 以及不要上學住 另外也有一位 5672 是在仁安醫院工作的人士 那裏我們知道他們都做了一些測試 也有一位初步陽性的個案 我們都會跟那間醫院再跟進 看看是否有這樣的接觸者 需要去檢疫 另外我們也有多過70位 初步陽性的個案 剛才提到還有8位 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他們的個案編號是5631 是在旺角遠東大廈居住的 沒有工作的 5637就是王大仙的一個主婦 都有些活動是跟朋友吃飯 但就不是一些大型活動 5645就是在馬鞍山居住的 他的工作性質都是要在室外 有時都要去不同的地盤那裏巡視的 5658就是住在荃灣青龍頭的家庭主婦 平時都是去街市比較多 5664就是在北角的主婦 還有5678就是在旺角工作的人士 他都有一個緊密接觸者 就是在德望那裏上學 我們都叫那間學校暫時停一兩天 就等候那個緊密接觸者 是陰性之後才開學 那現在見到的情況 就是大家都去了 至少有二十多間 就是這些跳舞群組 就有些不同的地方 有些是真的學跳舞的比較多 有些就可能是一些 除了吃飯 都有跳舞的場合 所以可能牽涉的人士 還有層面都非常講 那希望大家如果發現自己 曾經去過這些地方 或者甚至不是去過這些地方 不過都參與過那些多人的派對 生日會 各樣的那些 都希望你們盡快做檢測 那希望大家都保持社交距離 還有個人環境維生 謝謝 是 大家好 直至上午九點鐘 在過去二十四小時 醫管局系統錄得情報個案九十鐘 直至上午九點鐘 再有多八名確診的病人 康復出院 至今一共有五千二百六十六名 還有五千二百六十名 確診和一名疑似病人康復出院 直至上午九點鐘 有二百二十四名的確診病人 分別於十九間醫院留醫 其中八人情況危殆 二人情況嚴重 二百一十四人情況穩定 現時負壓病房病床的數目 是一千零八十五張 使用量是百分之六十四點九 而負壓病房的數目是五百八十四間 使用量是百分之七十點九 另外這裏作一個宣布 鑑於疫情轉趨嚴重 為了配合政府的整體抗疫策略 醫管局將會在星期三 即是十一月二十五日 就會重新啟用 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 來接收病人 按照目前的疫情趨勢 我們估計在短期內 會有大量的確診病人 需要入院接受治療 社區治療設施 重新開啟之後 就可以將一些病情比較穩定 年紀較輕 以及有治理能力的病人 去那裏接收 以減輕醫院隔離病床的壓力 亦可以集中一些資源 去照顧病情比較嚴重的病人 另外我們亦會接收一些初步確診的病人 病人可以在那裏等候測試結果 如果證實是確診之後 亦會按照病人的情況分流去不同的醫院 又或者留在社區治療設施 接受治療 在接收了衛生防護中心中心通知之後 醫院管理局的重大事故控制中心 會協調各個醫院和社區治療設施 盡快安排病人接受治療 而我們現階段 首先會啟用 亞洲博覽館的1號和2號展館 我們亦會密切留意著 疫情的發展 在有需要的時候 便會使用8號至11號展館 另外亦在這裏幫紅十字會輸入中心 作出一個呼籲 現在我們目前血腹的存量 已經降到極低的水平 只有大概3至4天的存量 情況已經刻不容緩 公立醫院只踏入冬季服務的高峰期 中心緊急呼籲市民盡快捐血 而確保病人有足夠的血液 作息次的輸血治療 市民可以打電話去捐血站 或者透過手機應用程式 Hong Kong Blood 來預約捐血 減少等候時間 避免人群聚集 捐血車亦可以用預約的方法 去預約服務 中心的Facebook專頁和網站 都有相關詳情 我報告到這裏 現在提問時間 請大家先舉手 我同時交給你的麥克風發文 在發文前請介紹一下自己代表的傳媒 讓我們這邊中間的女士先 大家好 醫生你好 提議 想問今天數字是10宗 輸入53宗相關 和8宗 源頭不明 其實是否應該71宗 不是73宗 然後想問5666 那個是內地底港 想問他是何時來到香港 待留在內地多久 在內地感染還是香港感染 回香港的風險是否大呢 然後想問跳舞群組 其實目前有多少人做了檢測 現在中心知道有多少人需要做檢測 如果是找去過的人有難度的話 如何確保做到強制檢測呢 謝謝 剛才的數字再說一次 有10個輸入性 55宗是相關個案 當中包括50宗是跳舞群組 另外5宗是跟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還有8宗是本地個案 所以加起來是73宗 5666我的資料 就是它是11月7日到港 但是它同住的人 都是有些跳舞的活動 所以我們覺得也是一個在本地感染的機會 跳舞群組測試 跳舞群組測試 我自己就沒有數字 我知道昨天那四間 大概都做了三千多 但是當然還有很多人 他們去了不同地方做的那些 蘋果入錄於潔文三個問題 首先想問 據我們了解 有三個跳舞群組的患者 他們在病毒潛伏期間 曾經打牌 打牌裡面四個 有三個感染了武漢肺炎 想問一下CHP能否掌握到 想問CHP能否掌握到 是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是的話 患者的數字是多少 以及他們的CD價值是多少 第二個問題 就是想問 我們昨天也看到 有一位5568號病人 61歲的女人 她在11月2日已經發病 想問一下她 因為都去了多少地方 譬如她在11月20日去了這個金禮星 直至昨天你們的公佈 已經有六個案子 我想問她的CD價值是多少 她是在社區檢測中心發現還是怎樣 看到她病毒潛伏期間 也去過幾間 譬如新光等等的舞廳 想問一下中心 你覺得她這個女人傳播 那個病毒的機會 或者途徑會是怎樣 另外想問一下 5532 5547 5515 這三個人的CD價值是多少 最後想問一下 現在你們中心估算 我們應該有行家有問過 現在你們看到這個跳舞群組 究竟最遠是去到第幾代的傳播 究竟是第三代 第四代的傳播還是怎樣 今天的初步確診數字 裡面有多少是來自跳舞群組的 還有想問一下 艾莊醫生 你估計這個群組還要傳播 或是腹射式擴散到一個什麼地步 才有信心 可以找到所有患者出來 麻雀群組 也不止一宗有打麻雀 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說哪裡 這些都是很普通的 我說不完 因為太多 很多是說他們在前伏期有打過麻雀 或者是有些是傳染期打過麻雀 那 5568 他報稱是11月2日 也有些不舒服 他最後是11月20日 去荃灣港安看醫生 但中間也有去過看 雖然他也去過幾個地方 但是很難說究竟 是否除了他 還有其他人 都去過一些 或者再做發病 所以我們就很難說 他是否那個源頭 很多時候都 不是真的那麼幸運 讓我們找到那個源頭 是導師還是學生 不是導師 那我是否學生 我也不是很肯定 是CT value 我沒有CT value 因為太多 我也不會在售導有這些 其他那些我都沒有CT value 在售導 初步確診有70多宗 初步確診的個案 是甚麼群組 我自己未有資料 今天其中的50宗 都是跟跳舞群組有關 應該是有少量 可能是第二、三代的傳播 J先生你好 TVB奇 想問5680的個案 去過真光學校 是九龍的真光 還是香港的真光 又想問5680和5672 是否跳舞群組 還是純粹是和之前的求診個案 有關聯 另外想問 今天政府再推出 再多了三個檢測地方 去派瓶和收藥館 但見到其實幾個地方都有點混亂 其實是否現在的人手不足夠 還是檢測量 會不會將不到那個進度 會不會都很難做到這麼大規模的檢測 我可能搞錯了真光號碼 你再等一等 我要… 是的… 是的… 五六八零 是的 它是哪間真光 我不肯定 我要檢測一下 它是5680去過那裡 你說的是檢測中心的什麼 有些是跟了 有些是跳舞群組 就一條位 有些就是… 其實關於那些檢測中心 那些 因為不是我負責 我就回答不了這些詳細的問題 那另外5680和5672 是否跳舞群組 還是純粹其他管理個案有關 那些是群組的相關個案 不過它也有去過學校 那些我就會說出來 我想說另一 想問問鄭醫生 現在的確診屢創新高 其實你會建議局方收緊 疑人限聚令 可能是停課 關閉運動場所 公務員在家工作 那樣呢 第二條問題想問問 其實有個確診者 五七九其實去過 美股的均好宴會聽 網上有些片段 那個地方曾經有很多人 幾十人不帶走 很近距離跳舞 想問確診者到訪方的情況 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還有這些人士 會經常去不同的酒樓跳舞 和很多人接觸 其實其他確診者 會去更多的不同酒樓跳舞 所以不需要關閉這些場所 第三條問題想問 五六七二個個案 是人安醫院的 其實他在做什麼職位 是不是醫院內部確診感染 然後還有 他有沒有什麼病人 需要做檢測或檢疫 另外想問五六四五個個案 是去什麼地盤 謝謝老師 我想政府都密切注視 一切有可能的收緊措施 當然在公共衛生的角度 當然越收緊越好 當然做這些措施 都可能會考慮很多方面的因素 這些 比如我們講的那些 那些 14間 不應該是21間的場所 因為大部分那些地方 有一些人士 我們都很多是 如果是有一些工作人員 確診的話 我們都需要他們關閉 還有很多接觸者 都需要檢疫 至於其他那些 跳舞的場所 就是全港那些 當然要看整個政府 有沒有一些收緊的措施 五六七二 就是在那個 X-KONG 部門做的 他本身就是一個 跳舞群組的人士 但是 據我所知 一個初步陽性的個案 好像不是 相關跳舞群組 所以我們都擔心 會不會在醫院 有一些 隱性的接觸 各樣 都跟那間醫院商討 看看有沒有一些 接觸者 需要檢疫 當然我知道 他們都已經 在做一些測試 你想知道 5645 我知道 他應該去過很多地方 例如西九龍 俄士甸道 或者大角咀 各個地方 各個地方 Hello A few English questions from RTHK English News First about the dancing cluster It seems that this cluster just keeps expanding and expanding It looks to be growing even more When do you guys expect this spread or disinfections to end this transmission to end since it's just growing and growing Second question Do you think it's necessary for these dancing centers studios banquet halls to be forced to close because as also pointed out videos circulating online show that when these people are dancing they're very close together some of them don't wear a mask at all so is it a necessity for these facilities to close Third question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the hospital where the case 5672 like is there a risk that there's an infection chain going on in that I can't predict how the how this cluster may grow or expanding but of course this also depends on the behavior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cases whether social distance measures they would adopt whether they stop going out for a while so that to stop the transmission so it needs the cooperation of the whole people in Hong Kong because we don't know who is who has already been infected and may spread especially we need to stop all those gathering activities not necessarily dancing all those gatherings with more people and especially those without masks I understand the government is closely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and may and will or may introduce relevant measures as appropriate so we are still discussing with the the union hospital on whether there are any common activities of the confirmed case and the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cases in the community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that the two are sporadic infection are linked to each other but we are worried whether there is any silent transmission for example is there any common activities or changing room etc that may facilitate the transmission but I understand for the patients they I mean when they take care of the patients they will wear masks so the risk to the patients may be minimal turning will I want to go to make sure the doctor he has determined they are able to meet the or will and the of the one is one is the other one 他们两个其实是平时初步的了解会接触到多少患者 会不会有一个院内爆发的风险 第二个问题想问张医生关于跳舞群组 有没有初步看过病人的基因 其实是否都是之前那个尼泊尔的病毒株 还是有一些新输入的病毒株 当中群组里面有没有一些人是一些豁免检疫的人士 第三条也是想问 我们看看现在有三个大厦 其实也同时有跳舞群组的患者 以及一些源头不平的方案 包括旺角利文大厦有两个案例 沙田翠华花园有A座两个案例 C座是保安 还有半山花园、花园托二座也有一些案例 其实这几个患者相不相识的有没有关联 这三座大厦会不会自己都存在一些殷刑传播链 我想五六七二我只能说到它是个跳舞群组 那位同事 据我初步了解都是X庞部门 不过他们两个未必是一个紧密接触者 所以我们都调查他们有没有一些 在医院有些共通的活动 或者设施是他们一起用的 我不知道他们会接触多少人 不过我知道他们接触病人的时候 应该都是做出感染控制措施 反而就是担心有没有同事之间的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就算是茶水间或者是换衣服 都可能会有些传播都不一定 那些基因就没有那么快 但是都应该会加速做的了 我暂时就看不到有些豁免人士 在这个群组里面 我们都留意到那些大厦 都有一些个案 有一些是住在一起的 其他有些可能是不同座的 那当然现在的社区都有些个案 所以都很难说是在那里局部传播 还是在全社区 所以希望大家都是要留意 那有些什么不舒服呢 第一时间就可以做测试 或者看医生 你好,有线电视 关于跳舞群组 其实可以讲一讲 这些跳舞场所 其实是受什么规定的监管 现在的表列处所 是否都可以管这些跳舞场所 这些场所 如果有确诊的话 是否都需要关闭 根据什么的条例 是需要他们关闭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现在跳舞群组 已经成为了最大的 确诊群组 你会怎样去延伴现在的走势 因为我们看到有些酒楼 曾经有吃饭 又跳舞的酒楼 他们直至昨天都还在开 会不会确实说到 这些跳舞场所 你会用什么规例 要他们暂停 停业 另外就是 这个跳舞群组 可以讲一讲 确诊者的年龄分布 就是由几岁至几岁 和性别分布是怎样的 还有一点 就是想跟进你刚才提到 那些跳舞场所 我想搞清楚地址 是Victor Yang 可以转一转 是什么地方 有没有地址呢 另外那个劲爆娱乐制作公司 又有没有地址呢 因为找不到 关于那些地方的规管 我就不熟悉 因为我都是主要负责 这个流行帝河调查 那如果它是有一些 确诊的个案 例如它是一些职员 或者是有多个人去过那些地方 我们都会建议他们暂停 而且都会需要将他们的接触者 通常都可能是职员 都需要去检疫 至于相关的规例 或者规管 那些可能要问回相关的部门 年龄分布 就是这次的73个个案 就是5个月去到83岁 那他们现在是29男 44女 都提一提 是36个个案 是由这个检测中心 那四间检测中心找到的 那个地址 稍后我们会放上网 或者是等到网上的位置 等到网上的位置 你好 经济日报 首先想问一些案件 就是刚才提到5666宗 内地来说的案件 刚才张医生提到 他同住的人有去跳舞的意思 是不是其实都列它 做一个跳舞群组的相关个案 就是他同住的人 是不是都已经确诊了呢 那张医生刚才也有提到 这个群组 小部分涉及二代 三代全部 至少有多少人是二代 至少有多少人是三代 另外就是有行家 刚才也问到的 就是看回那个建筑 就是丹文大夏 今个月都已经有三个案件 其中一个还是跳舞群组的 就是512 5533 以及5588 想了解回他们 其实三个是否有同住的关系 还是其实跳舞群组的患者 就是将这个 在大厦播毒 就是CHB会否去那里派进呢 另外就是想问 都是在建筑标记上 就看到515这个案件 其实至少有六个跳舞场所 那他会不会就是超级传播者呢 就是他的CD value是多少呢 最后一条就是想问 就是卫生住现在的记录 就是有多少人 是已经被私家医生 发出那个强制检疫令 有多少是已经做了个检查 就是还有多少人是没做的 那他们如果明天之前 即是不去做的话呢 就是处方怎么去跟这班人呢 谢谢 刚才提到5666呢 他就同住的人 是一些跳舞群组 那个大厦 同一个单位 都有几位是跳舞群组的人士 当然就不是个个是去跳舞 就是因为住在一起 都是一些近密接触者 我手上没有确实的 第二代第三代的个案 但是就有少量 就是通常都是一起吃饭 有些可能是唱歌 有些是家人 你观察的515去过很多地方 我自己没有过CT value 我都不会说猜测 某个人是超过传播者 都要等整个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再分析 才可能会多些资料 我没有强制检测的数字 是哪个人 你好 AM730 先问一下这个个案 就是刚才提到 有8宗的源头不明个案 其实刚才阿周医生 都只读了7宗 请问还有一宗是哪一宗呢 而其中一宗就是5678 他说在旺角工作 想问他的工作地点 和他居住的地方是哪 另外刚才说5645 就有一些地盘去过 其实他地盘的人 有没有什么需要做的呢 还有刚才提到 今天再新增有7个场所 需要强制检测 其实张医生 可不可以说一下 他们各个场所的爆发情况 是有没有什么分别 或者是哪些更严重的 什么事 还有他们是不是都需要 关闭几天来等这个强制检测呢 他们强制检测的限期 就是死线是什么时候 和他们要几号生到几号呢 麻烦 那八位 没有源头过我 我再读一次的数目 5631 5637 5645 5658 5663 5664 5678 和5691 是他住旺角没有工作的 就是那七个新的场所 因为要再出一个通告 就是一个公告的 那个就要看回石子 可能会刺过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 十四间的 因为要给一些时间 那些市民去检测 那要等公布 公布为准 有没有5691的支援 还有哪个中 是不是跳舞群组的关联个案 哦 不是跳舞群组的关联个案 是5630 5646 5692 5694 和5702 是 你刚才说 你刚才说 他刚刚身家都5691 是什么 5691 他是在葵冲申都会 廣场工作的人士 他住在坚尼地城 如果没有其他提问 那么记者会到前言结 告知 国际 大网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